好,我們填填看 我們這次要把代分數變換成假分數 代分數變換成假分數 那2等於 這跟99乘法也比較有關 以前我們是不是有學過在三年級 或者在早期的時候學 多少除以5等於2 來,2,5,1,10,是不是 10除以5要等於多少 10等於2 好,那2是不是可以等於 來 我們可以這樣子的方式可以表示 除號可以把10放在上面 把除號放在下面 把10放在下面 除號的5放在下面 有點像分數了 是不是也是要等於2 對不對,我們來看 2乘1等於2 2乘2等於4 2乘3等於6 2乘4 2乘5 是不是等於10 把10 把10 把10除過來 變成 2等於5分之10 再複習一下 所以這邊是多少 對不對 你也可以把它想成 5分之5是不是1 那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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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五分之十五 总共有几个 1 2 3 4 5 6 7 8 9 4 11 12 13 14 15 所以可以把分数的底下的这个5呢 可以当成除数上面的被除数 对不对 我们可以想说 一起来复习一下 15除以5等于多少 是不是等于3 对不对 那我们也可以写成15 对不对 5放到底下就是五分之十五 又是15除5的意思 等于3 可以这样子做 可以哦 那这样子慢慢训练自己的数学的出发 这样子以后就会慢慢数学就会进步 所以五分之多少 好 5 3 是5乘3 993 8 8 5乘3 把搬过来 你把它可以看成 搬过来 事实上也就等于5乘3 要等于15 这边 这边往这边移的时候 好 你就可以变成 3乘5 3乘5 等于15 知不知道 那相对的 把这边往这边搬就变成 3等于5分之15 哈 再数学的加法 好 我们这边来再浮习看看 4对不对 4乘 叫1乘4等于4对不对 那你可以看这边3 3对不对 那你这边呢 是不是可以等于 3分之3 乘以4 是不是也可以等于 3分之几 上面相乘3乘以4 你看从这边答案 你是不是就知道了 好 那你就可以知道 4等于1乘以4对不对 我们这样写这样子 4等于1乘以4 1呢 是不是可以换算成3分之3还是1 对不对 这边3分之3嘛 这边要填多少 4对不对 3除以3是1 1乘以4还是4 对不对 那这两个相乘是多少 3乘4等于多少 这边就要写12 会不会做这种题目 这样练习 好 3等于10乘以 乘多少 这边是不是可以写成 3等于10分之10 原来是1嘛 对不对 这两个10分之10是不是还是1 那再乘以3 可不可以这样写 可以哦 刚刚从这边的第一个例子来举过来 对不对 1是不是等于10分之10 可以把它放到这边嘛 它分母用10 我这边就这样 那再乘以 两边都乘以3 是不是一样相等 把3放到上面去 乘号的3放到上面去 变成10分之多好 30 会不会做这种题目 好 这个题目就比较奇怪了 6等于多少 5分之几 啊 这边是不是也是可以填5 然后分之6 这是不是5分之5是1 1乘以6还是等于6 可不可以这样子 啊 所以变成5 6 5乘6多少 30哦 一样 你可以看 是不是懂题目就知道怎么做了 5等于什么 好 我们一样把它填 4 后面要填什么 5 因为4 4分之4 4等于1嘛 那 1乘以5还是5 这边4子不变 对不对 那可是上面呢 是不是也是 懂意思啊 那我们从这两个例子来看 我们把这5搬过来 来验算一下 看是不是5 630 是不是 5 对不对 乘6 这两个 我刚刚把这5要往这边 等号这边 移过来的时候 5分之1要移过来的时候 要变成乘以5 那是不是 30 那把这边搬过来的时候是怎样 搬过来的时候是 6等于 1 是不是30 除以5 对不对 那我们上次有讲过 除号 乘号搬过来要变除号 那也等于5分之30 小朋友要注意到这种换算 那老师跟你讲一下技巧 一样嘛 所以5 乘4 等于20 那是不是5等于20 除以4 也就等于4分之20的道理 一样了 有没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